菊花加上汤可以说是最强的肝脏解毒器 大家好,我是肥医生 关注肥医生,健康博客 我们的肝脏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可以说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 占人体的体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肝脏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营养物质的一些合成分解转化 还能分泌胆汁促进这些脂肪的消化 而且有着丰富的血液的工艺 每分钟的血流量达到了15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 而且还参与这些激素类药物的转化和解读 同时肝脏又是一个哑巴器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可以说它里面的这些感受神经非常的少 痛觉神经很少 往往经常出现疾病的时候都是疾病的末期了 很多人一出现这种肝的不舒服的时候 已经是肝胰化甚至肝癌的晚期 那么中医里面讲这个肝脏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调畅人体气机的一个脏器 人体气的一个流通跟这个肝有很大的关系 那如果是肝气不通 很多时候血液的运行也会出现不畅 这个叫做气质血瘀 同时肝脏它还是一个将军之官 什么叫将军之官 就是说它的一个性情比较暴躁 如果它出现问题很容易欺负到周围的一些脏器 比如说最常出现的就是肝气泛胃 肝气泛皮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肝气出现预致了 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影响人体气血的运行 同时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个健康 那肝气预解以后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偏头痛 头胀痛 胸口闷 鞋泪 按着疼痛 口干口苦 等等这一系列的肝气预解的一些症状 那肝气堵在那里了 气堵在那里之后呢 很容易就出现这种化热的情况 这个时候啊 口干就很明显了 口哭也很明显了 情绪也很暴躁了 那肝欲化过之后 刚刚一讲到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就是口干 口苦 同时呢 情绪暴躁 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这种大便便秘的 这种类型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肝脏啊 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它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肝胆湿热 那肝胆湿热是因为很多人啊 出现这种暴饮暴食啊 经常喝酒啊 经常的饮酒 试酒 长期的饮酒 大量的饮酒 那么这个时候啊 导致体内的湿气非常的重 那这个湿气停留在我们的肝脏的时候 它就肝胆有湿 如果这个湿停久了之后呢 本身人体质是偏热的 或者本身肝火偏旺的 再加上这个湿 加上这个火 那么体内的肝胆湿热啊 就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啊 我们啊 想一下 其实肝主要的啊 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肝气欲解 第二个肝欲化火 第三个就是肝胆湿热啊 或者肝胆有湿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针对肝的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有针对性了 它肝气堵在那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肝气堵在那里 这个气堵 把它啊 输肝行气解欲 把它删掉 如果是出现这种肝欲化火了 我们把这种肝火的这种热毒 火毒把它清掉 如果是出现这种肝胆湿热了 我们用一些清热去湿的方法 把这个湿热之毒把它排出去 那么我们的肝脏啊 就能保持这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今天呢 陶医生呢 就推荐大家一款可以说是 最强的肝脏解毒的食料方 它呢 就是菊花 加上几个中药 那么究竟是什么中药呢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认真去听一下 和医生的一些解释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会对这一款最强的肝脏解毒的食料方 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 首先呢 我们准备三克的菊花 那菊花啊 可以说是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疏风 清肝明目 平肝解毒 它呢 是一个肝 微寒的一个中药 那么入我们的肝精 还有就是肺精 那菊花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把这个肝火把它降下来 把这个肝热 肝火把它清掉 同时呢 还能够这种 对于这种 肝火导致的这种木赤肿痛啊 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菊花 它的一个药理作用呢 它也是能够对于我们肝脏啊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同时呢 有很好的这种 清热的 抗炎的方面的作用 那么我们选择菊花的时候啊 我们选择这种供菊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供菊呢 它可以说是 不会说非常寒凉 像有一些野菊花 它就非常寒凉了 这个供菊 比其他的普通的菊花 又不会说更凉一点 所以比较平和 绝大部分人都比较合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20克的绿豆 那这个绿豆啊 可以说是解毒 中药里面解毒之王啊 它能够清热解毒 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很多毒素啊 把它解除掉 可以说是解百毒 解百药 特别是这种 副子啊 八豆啊 这些热性中药的一些毒素 那么绿豆就 它更擅长 绿豆呢 同时呢 它的一个药理研究啊 也表明它有一定的 这种延缓乙肝病情的一个发展 可以有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预防这个小三羊啊 的一个癌变 同时呢 它还能够预防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发生 所以啊 绿豆可以说是保护肝脏 非常好的一个中药 可以说是 我们经常吃一些绿豆 可以相当于就是给肝脏 多了一层保护 多了一层辅助 让这种肝脏解毒的这一个负担 把它减轻 我们可以用开水呢 倒一点点菌 进去把这个绿豆啊 泡一泡 泡几个小时 那这样子 接下来煮的时候 就会更好一点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这个 艺人 20克 那这个艺人呢 可以说 刚刚也讲到了 肝胆的一个情况 很多情况下 都是因为肝胆 湿热 而这个艺人呢 刚好就是可以清热去湿 沥水 胜湿的 他专门就针对这个肝胆 湿热之毒啊 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可以说把这个肝里面 肝胆里面的就湿热去掉之后 相当于就给肝脏减轻的一些负担 另外一个如果是处理这种脂肪肝的 这一部分人去 艺人就更加合适了 因为大部分的脂肪肝 它都是处于这种湿热 或者说体内有湿 湿热比较明显的这一部分人 所以呢 他对于这种脂肪肝 有的一个养生作用啊 非常的好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艺人呢 我们临床上经常用于这种肝浓中啊 这个时候会用这个艺人 因为肝浓中 这个艺人呢 他还可以一种脱窗排浓的 一方面的作用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 肝是一个将军之官 他出现问题了 他容易影响我们的皮 影响我们的胃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艺人本身就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 所以呢 他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啊 因为肝出现问题了 影响到我们脾胃 或者说他影响到了 这个艺人 他也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 那么我们把这个艺人洗干净以后呢 也是倒一些开水 把它泡啊 也将近一个钟 那泡好之后呢 我们呢 就把这个绿豆啊 跟艺人啊 加1000毫升的水 那么加进去呢 我们大火煮开 然后改小火慢慢的煲 慢慢的煲 慢慢的煲 煲到半个钟左右 煲完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熟了没有 有些人看 有些时候看火候的 看熟了没有 如果是熟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菊花放进去 再煲 五分钟到十分钟 这个菊花 绿豆 艺人汤啊 就做好了 那这一款汤呢 刚刚也大家 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 每一个药 对于我们肝脏的一个好处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在视频下方留言 跟何医生提问 让何医生看到以后 也会跟大家一起去交流 让我们一起去关注 我们肝脏的健康 好的 那这一款汤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么聊之前呢 何医生也跟大家讲了 肝脏对于我们 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另外一点呢 何医生也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们平时 这肝脏很重要的 一些养部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平时呢 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 这种熬夜之后啊 对人体肝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 不要吃太甜的食物 不管是油腻还是太甜 其实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一个负担 甚至出现这种脂肪肝 脂肪肝不去控制 进一步影响到这种肝的功能 出现转位升高 甚至出现这种脂肪肝性的一种肝硬化 甚至肝癌的出现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不要喝酒 刚才也讲到了 酒呢 它是湿气非常重的 一种食物 那如果是经常长期的 大量的喝酒 那么这一个啊 会吃体内的这种湿气啊 非常的重 这样子会对我们肝胆 湿热引起 影响到这种肝的功能 那西角度讲 会出现这种酒精性的肝硬化 甚至出现这种肝癌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平时呢 除了啊 要啊 就是关注我们肝脏的一些健康 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经常包一包这一个啊 这种刚刚讲的这种啊 菊花绿豆艺人汤 同时呢 我们也要通过这些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去保护我们的肝脏 那另外一点呢 最后啊 何医生还是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的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菊花绿豆艺人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适合于这种肝火偏旺 啊 有这种肝气欲结之后 肝欲化火啊 肝胆湿热这种类型的人群就比较合适 那如果平时呢 一个人都出现这种啊 体质虚寒的 比较怕冷的 都没有口干口苦 没有便利 没有啊 这种啊 情绪暴躁啊 没有这些肝火旺的表现的 那这一部分人群啊 肯定就不合适了啊 都可以通过刚刚讲的饮食啊 生活的习惯 来去 养护我们的肝脏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回上看到以后 也会回复大家 好的 各位老朋友们 欢迎大家 看了之后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提问 如果觉得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么和医生 后期呢 会增加这一部分 内容的一些输出 好的 关注医生 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